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要继续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毛线围巾针的视频 然后我们这个毛线今天的话呢,是带给大家一个粗针毛线 然后它的手法的话呢,也是非常的简单 用我们的V型的这个毛线勾针,就能把它织出来 然后毛线本身的话呢,是一个渐变的颜色 所以在这里看起来会非常的好看一点 我们也可以用普通的毛线进行勾织,都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毛线呢,就是在这里了 相对来说是比较粗的 中间的话呢,就是它的颜色的一个变化 从中间我们可以把它的毛线呢,是先拿出来 非常大的一个毛线卷 从颜色上来看 呃,它这个颜色是一个淡的冷色器 然后这上面还有一些的棕色 然后是一百八十米长 里面呢是,呃,适合的是我们的八号的勾针 所以我们这里呢,会拿到我们的九号的勾针 或者是八号的勾针,都是可以的 粗一点的勾针,就是更适合粗一点的毛线 这里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地方 我们是先从这边的短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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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线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开始进行勾针 这里大概是勾针我们的,呃,应该总共是要一米一到一米二的一个距离 我们已经有了我想要的一个高度 现在我们是可以把它放在一起 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个小的微型 把这里呢,是可以把它慢慢的放下去 最好是要注意的就是这里不能有任何的一个转过来 或者是一个转在里面的一个地方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是先把它放进去 我们现在是把它整个都放,做成了一个圆圈 插进去 然后是把它全部的都拿过来 一圈之后呢,这个看起来就是像这个样子 所有的地方也是非常的好看 我们有它的颜色的变换在里面 我们也可以把它继续的进行勾针 这里就是它的一个过渡的区域 我们可以把这两个都是给它拿过来 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呢,就是可以把它的线再重新的穿过去 从这里开始 我们在这里呢,是不会给它放太大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在这里下面呢,就是它的一个小小的地方 然后再从这里呢,是把它往前进行勾针 我们是可以从这里开始 拿一些它的线 这是我们的一个半针 只我们的一个半针 这里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它的颜色的话呢,在这里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渐变的一个感觉 现在呢,我们是把所有的都是给它勾置过来 整个呢,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拿过来 从里面往外看 看起来呢,就是像这个样子了 两个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边边 我们是先从这边的勾针开始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是变得多么的好看 我们这里可以给它继续的再进行一些的勾针 我们这里可以给它继续的再进行一些的勾针 现在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更新 这里是它的接下来的一个部分 然后它的毛线的话呢,就是在这里面了 然后这里呢,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内容了 我们继续的按照这样的一个办法去给它进行勾针 接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慢慢的再给它放这边 可以看到这边的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 它的这种颜色的变换呢,都是在旁边 然后最开始的就是我们这种的米色 慢慢的就会渐变到了我们的黑色的这种棕色,蓝色 我觉得这两种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这是它不同的一个形状 然后这上面的话呢,会变得越来越大一些 在这里呢,是有最开始的一些的变化 这里会把它的大小变得更大一点 可以在上面呢,是去给它稍微的再找一下它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在这上面的话呢,也是要把它穿过来 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们是要给它做的小一些 我们可以把它标记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边的一个区别 这里是一个小的V形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是有一个小的弧形在里面 我们现在呢,是到了这一轮的里面 这里我想做一个链针 这里我想做一个链针 只要把这两个链在一起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是要把这个去给它连接起来 然后这两个呢,是要给它相互的放在一起 我们现在再跟大家展示一下 觉得这一个的话呢,是相对来说非常的舒适 然后可以看到它的颜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这个是放到了附近 做起来的话呢,也是比较的简单 也是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不要忘了可以给我每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在视频的下方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进行去出新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